Android里面 Dev的对象要有个清晰的认识 这些对象要求大家理解 一定要理解 甚至于要记忆他们的名字 好 下面我们来研究 Spanner的常规使用操作 还是从我们界面和事件上面来看 界面和事件上面来看 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Spanner类 看一下它是继承于哪个类的 它是继承于Adapt View下面的 有一个ABS Spanner ABS是ubstract的缩写 抽象Spanner 好 这个就没有继承于我们复杂的台Few了 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 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空间 好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先来建一个项目 我们继续来猜 就不用建项目了 上次我们还有一个Standard View 我们就直接在上面加一个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Spanner 给它加上来 那么这个Spanner加上来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这样一些属性 这些都是常规属性 没什么好说的 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增加的没有 我们不熟悉的 一个叫Prompt Prompt这个地方它有显示 就是什么呢 当Spanner的Dialog Show的时候 就是Spanner这个对话框显示出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Prompt 显示什么内容 实际上我们以前做开发 Windows开发 我们也知道Prompt有时候 还有Title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到时候 弹出了对话框的Title内容 我们先演练一下 我搞不清楚 我就先试一下 Prompt 比方说Hello 不能用直接的字符串形式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 每次 我们选择每一些属性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类型 看到没有 这个括号就是它的这个类型 这个类型表示是引用 那以至于是引用 我们就知道了 那么既然是引用的话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里面有些什么 可以让它用的 Hello 我们用Hello 睡觉Hello吧 有点长 它这个 我们就用这个Hello 先给它引用一下 反正最后显示出来还是文本 我们再看还有什么新的属性 Entrance Entrance也是引用 引用什么呢 引用一个数组资源 你要显示在这里的 那这个意思就比较有意思了 就是入口的这样一个数组资源 那我们就 我们就在想哈 那这个时候它也要引用 我们怎么样去定义数组呢 我们说了 我们在这里 在我们Stream里头 是定义的字符串 对不对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 还可以去定义数组 结合 看没有 这有一个Stream Error 所以我们待会儿 我们也会给大家演练 我们数据员 如果是一个数组的话 我们是不是既可以动态生成 也可以从XML里去加载 如果在这些XML里头去加载 怎么加载呢 当然就 还是我们照旧 以前的我们教过大家 怎么去得到Resource字缘 怎么方便呢 Spanner Name 里面是 Atim 比方说 Hello 再见一个 Atim Sunny Atim China 这样子我们的一个数组的 这样的一个资源 就给它建好了 当然这是一个静态资源 那么现在我先不演练 刚才这个方法 先不给大家演练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 我们知道给它指向过去 就可以了 我们看有什么比较 比较 看着很重要的一些属性 Capscreen 这也没什么的 Capscreen 就是保持屏幕点亮 这些都布局相关的 好像也没什么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其实就是加了一个设置数据源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要设一个数据源了 那么这个数据源 我们能不能动态的 这个就是静态的事 如果大家要在这里静态的事 的话 我们就在这儿 去给它静态的去设置一下 看一下效果 那么更重要的是我先 我们要去学习怎么去动态的去设置它 好 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做吧 我甚至连这个都可以不加 这个大家看着办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动态的去操作它 修spanner FindViewByD Spanner Spanner有哪些呢 我们看一下set一下 我们看一下set里头 第一个就是setAdapter 第一个就是我们setAdapter 那么传入的是一个spannerAdapter 我们一看到这个可不要晕啊 还记得我刚刚那张图吗 spannerAdapter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类还是接口 可能有点忘了哈 看一下 它不是类啊 看到没有 spannerAdapter是个接口 就这种概念一定要清楚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到它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到时限 我们必须得用下面的类 或者我们自己去写一个对不对 那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 AerrorAdapter 我们就用一个AerrorAdapter 那么好 我们现在来试着去建立一下 我们看看还有些什么方法 setAdapter Always做 是否有缓存啊 这些东西 动画啊 这些都是标准的啊 好 就这个就行了 那好 现在我们来写我们的spanner的这样一个用法 按照我们的这样一个显示 我们现在在做显示啊 先不说事件 按照我们的这样一个显示的原则 我们说了 我们来想象一下这张图 他他他 对不对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显示原则 我们怎么做呢 有步骤的啊 建立数据源 管你是查询数据库啊 还是你自己的 从哪个xml里头去给他加载 对不对 第二 第二步干嘛 是建立Adapter Adapter 第三步 建立Adapter 与数据源的连接 第四步是建立Adapter 或者叫绑定板 绑定 Adapter 到界面组件 是不是这样的伺服 这个一定要在你 就思路很重要啊 各位 就是在这个 在你的脑海中 一直要有这样一个 清晰的思路 那我们就根据这四步去 建立数据源 那么我就先建一个字串则了 建立一个 MyAtoms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的建立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 对不对 第一种方法 真不方便 第一种方法的话 我们 比方我刚刚说的 我是不是有个xml啊 这个xml 怎么把它加载进来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回顾一下 getResource 资源 里面有个getScreenArrow 看到没有 传入的一个参数是什么 是我们的那个ID 返回的是一个字符串 那我们就找一下 点 Arrow 下面 有一个 spannerName 看到没有 这样子我们字符串就出来了 多简单 是不是还有一种方式啊 我们完全也可以干嘛呢 让它去new一下 直接我们在这里头去建立 去操作 对不对 这样也是可以的 大家自己 方式很多了 你也可以 你甚至于从网上去读 对不对 都是可以的 就给大家随便了 我现在就用第一个吧 这样子我们出语元建立了之后 我就要干嘛呢 建立 DevTurb 说白了之后 我们的变压器要上场了 这个家伙是200 这个是 这家伙是220伏的 这个数据元 待会我们对象 它的那个显示接口 只是110伏的 我们现在先把变压器建好 我们现在用什么呢 我们就用一个我们的 还记得它这个下面吗 有很多对不对 有什么simple啊 有什么cursor啊 有什么error啊 对不对 那你想选哪个呢 就那个 就用erroradapter吧 好 那就用erroradapter error erroradapter 那么这里就要用到一个范形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往这个adapter里面传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这个时候当然就传字符串就可以了 因为上面我们的这个集合是字符串的集合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适配器到时候也往里头传字符串就可以了 adapter 等于你有一个 在这里我们就看一下啊 有很多的重载函数 第一个上下文就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是什么 文本的textview的资源ID 什么叫textview的资源ID呢 我们先挂这个问号 然后这个地方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资源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list的这个集合 list的一个list的集合 那么这个我们猜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数据源 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共造函数的时候 直接就建立了这样一个联系 当然你不在这里建立联系 你在adapter的方法里面去设定它 当然也是可以的 好 好 我们现在我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这一项 list 什么叫textview的资源ID呢 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 嗯 我们看一下它 它点了过后展开的那个效果 我们知道是好几行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这好几行的这个数据 我们只是一行一行的来看的话 我们只是一行一行的来看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textview 所以 所以实际上 按照我们以前所说的 实际上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系统的这样一个layout文件在后面支持 会有一个系统的layout这样一个文件在后面支持 因为 因为我们的这个spanner 它实际上它继承的也是 它继承的是一个spannerview 这个当时我们也看到了 看layout这个结构的时候 那么它在显示的时候 你想大家想象一下 我在显示的时候 展开了它 我把它展开的界面画出来 展开了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 好几条 这样子对不对 什么China 什么Japan American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么展开了这些内容 每一行是不是都自动动态增长的 所以呢 我实际上是什么 我如果要来画它的话 我如果要来画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这是个lino layout 举个例子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自己来画 是个lino layout 我是不是每一个都是个textview 然后给它addview 给它添加上去的这种方式 应该是这种方式嘛 举个例子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定义它什么呢 它每一行的这个的一个样式 就要去定义它这行的一个样式 这个样式就我们刚刚那个 text资源的ID 就来进行一个指定 你到底是用它的哪一个这个layout的这个文件 layout的这个文件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顺便我们的官网也有 当我变成到这个时候 我就不知道去指定哪一个了 不知道去指定哪一个了 官网有一个 叫什么呢 叫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构造函数里头用到的这个方法 你看它在adapter里头也可以去设置 叫dropdown u resource 就是下拉的这样一个resource 它用的是 android的.r.layout里面的simple spanner dropdown item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系统系的 对不对 系统给出的默认的layout 那么这个layout在哪里呢 在我们Firmware core的resource文件夹下面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textview 这个待会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要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这里先给它加上android的.r.layout.simple 看到没有 dropdown dropdown item 它用的是不是这个 管它是不是用的这个 然后我们先用上 待会看看效果 那么第三个object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集了 对不对 这个数据集就是我们myitemstrings OK 好 这一步 我们既建立了这个 又连接了数据源 把二到三步完成了 下面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绑定 绑定 adapter 到我们的 UI 组件了 那我们的 那我们的UI组件就是我们的spanner 它的方法就是一个set 这个很形象的 设置 设置一个adapter过来就对了 我们把这个adapter设置进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那我们顺便来看一下 它这个layout是如何去定义的 这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free mode base core 这个core就是我们核心的free mode 这个加二里面就是我们的free mode的内包 我们找我们resource layout 有个simple 这 simple item 1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就是一个textview 也就是说它每一行就是一个简单的textview 但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的id是写死的 你猜一下 也就它这个地方写死了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的spanner这个组件 在用的时候 我们的adapter spanner这个组件我们在用的时候 它默认的时候会支持这样的一个 对吧 会支持这样一个textview1的这样一个对象 不信你把id给改掉 你试一下 我们再来看二 它提供了好几种样式 这个后面也会有 就是它 它默认的 如果说你传入的是一些 比方说系统级的 不是你自己定义的 它默认的里头的 那个textview那一行 它的那个组件的id是textview1 textview1 这个就要复杂一点了 textview1 但是这个再复杂 它也逃不开这个 一个叫textview1 还是逃不开这一行 还是逃不开这一行 就是这样的 它也逃不开这一行 就是这样的 它也逃不开 它也逃不开 它也逃不开